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做视频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呢,下班的时候非常非常想吃牛骨头汤 然后我就去了那家我最爱的韩式辣汤牛骨店 买了这个辣骨头汤 然后还有送一碗糙米饭 非常的错 然后今天在下班的路上呢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故事是我在一本叫四十哥的书里面看到的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己看一下 这个故事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寺庙 然后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僧人 然后僧人呢是非常受当地人敬重的 这个寺庙没有很大 但是前来烧香拜佛的人却非常的多 其中不乏有一些很大的朝廷命官啊 然后一些很有钱的商人啊都过来拜佛 然后就大家就很奇怪说这家一家小小寺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过来礼拜呢 而且关于这间寺庙有非常多的传说 说大家有隐隐约约可以听到这间寺庙的佛像背后 会传来女人的笑声 但是周围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妇女走失的事件 所以那些朝廷命官啊 就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直到有一天呢 一个叫王志的男人 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然后突然说他的妻子走丢了 怀疑是在这间寺庙里面被这个孙人给藏起来了 然后他就说他一定要在这间寺庙里面找到他的妻子 然后这个僧人呢 就让这个王志在这个寺庙里面到处反反找找 看到底有没有他妻子的宗里 然后到底大家传说的有女人的笑声是不是真的呢 王志就拿着他的工具 每日每夜的在那个石像后面早啊早啊早啊早 然后就这样子半年过去了 然后那个僧人呢也不说什么 然后就让他继续找 然后来往的乡客呢 听到这个早时地的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就很不习惯就很吵 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和翘木鱼的声音啊 还有民众的声音慢慢融合在一起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好好吃哦 然后呢春去秋来一年已经过去了 王志呢依然在找他的石壁 然后嗯 慢慢的他却发现说石壁另外一头的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了 然后好像是听到了他找石壁的声音害怕一样 就很少发出笑声 牛肉好大哦 然后呢他找着找着就发现有一次微光从他找的缝隙里面传关 然后他突然觉得找到了一点希望 就是找到他妻子的希望 他依然并没有循着这次微光而找到另外一个出口 就这样子找了找了又是一年 然后这个时候洞里面的尘土已经铺满了他全身 他已经变得有一点像一个50岁的老人了 随着他在洞里面的时间越大越长 他似乎已经渐渐忘了他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洞里 为什么一直这样找着这个石壁呢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终于凿出了一个大口 然后石壁的那一头显现了出来 是一个有溪流 有阳光 有鲜花 一个世外桃源 那边有很多女人大家都跑着笑着 非常开心在那边做游戏 生活 洗衣服 做饭 其中呢也包含他的老婆 这个时候他老婆也看到了他 飞奔过来 两人紧紧相拥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当地的衙门把这个僧人给关起来了 然后处以千刀万剐之心 然后王芝呢也带着他的老婆回家了 但是他们回到家以后发现 他的老婆并没有像原来一样那么开心 而且更奇怪的是 他自己呢也并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开心 甚至还没有他早时必在洞里的时候开心 这个时候呢 他们俩夫妻想着说 要不要再回到这个花枝寺里面去看一看 到底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这个寺因为这个僧人被抓了嘛 变得非常的破败 早早重生 然后两人再回到这个寺里面的时候 发现以前的佛像 上面会有一束光 然后现在这束光也不见了 然后他们早的那个大洞 往里面望去 也不见了以前的世外桃源 就是这个故事结尾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的频道哦 晚安了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